上周末正在北加州延烧的帕克大火 因为气温降低和潮湿空气 在数千名消防员的努力下 火势控制率于周一已经提高到12% 至周一下午结稿前 灾情已经扩大到北加州约368256英亩土地 覆盖加州的巴特县、普罗马斯县、沙斯塔县和特哈马县 累计至少损失了114栋建筑物和住宅 帕克大火因为规模巨大 已经被列为美国今年以来最大的野火 和加州史上第六大的野火 根据美联社报道 帕克大火的纵火嫌疑犯 罗尼·迪恩·斯托特二世 在周一出庭后 被检方指控犯下对民宅物业纵火的重罪 NBC报道指出 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称 斯托特之前已经有两项重罪定罪 包括一项在2001年 猥亵伤害14岁以下儿童的罪名 以及2022年在克恩县面临的抢劫 与严重肢体伤害的罪名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刘佳佳综合报道